好不过也的确很困难 因为这个洋芋片呢 它的包装是不透明的 同时它里面填充了氮气 为了避免碰撞的时候碎掉 所以你用摸的看起来都是鼓鼓的一包 根本不知道里面有多少片要拆开来才晓得 但是其实还是有差 因为摸起来差不多 但是重量不一样 同样品牌同样包装的洋芋片呢 重的68公克 轻的46公克 中间还是可以差到22公克左右 所以说买洋芋片摸的不准 要用秤的比较准 洋芋片为了避免碰撞 都会像这样子挂上满满的氮气 但这些一字排开 看起来一样大小包装的洋芋片 翻开来看内容量其实有差 平重氮气的太空包洋芋片 每一包都很蓬 拿在手上摇感觉都很大包 但实际把市售五款洋芋片一字排开 也发现外包装大小几乎相同 但内容量还是有差 仔细比过重量才知道 五种品牌的洋芋片都是20元 最新的46克 其中三包都是57克 最重的68克 这一差就差了22克 等于是半包洋芋片的重量 同样20块 洋芋片的量一差就是半包 拆开看更是一目了然 A牌最轻只有46克 洋芋片只装了三分之一 而最重68克的太空包装了二分之一 洋芋片数量也比较多 所以买太空包洋芋片 不管大包或小包 还是看后面的重量标示才准确 专讯财中旭黄佩如 高尘报道 谢谢观看